我的ID是专杀马丁 35小时给他记着啊 他要点复原那个特权 给他来个288 就给你们端给我来288一样的 给他来288 人都没齐呢 弹幕啊弹幕这么说的 弹幕说 弹幕说一号的帽子特别漂亮 这个帽子呢 我可以帮你们买 就是500一个 嗯 宝珍 这个是杨基的刺绣版 特别漂亮 500一个 然后是GVC的会员朋友打个折 打个9折 450 关系好点的呢 400好吧 就一号的帽子嘴丑 是真的丑 好 哪一位 哈哈 哈哈 弹幕大声下线了 这一号太暗了吗 太暗了 哎 你看我一说话 人气从2700到2600了 哈哈 哈哈哈 再让我说25分钟 好吧 25分钟以后咱就关不过下班 红衣走人 不要让我听自己的声音 我很难受 我先坐这 我认识JVS 他说免费送我一个 这么凋的 我认识JVS 我的天呀 JVS谁呀 我怎么不认识 是不是很帅眼睛 很大脖子很长的那个 JVS你只能就认识向卓这种才有用 为什么呀 独霸一方 向卓主持的时候没有人敢闹 没有敢场外的 没有敢打架的 吵架那种 就向卓 自从康康走了以后 咱们店打得无意担当 对吗 康康一走那可不就你无意担当 你最好老实一点 下一个是谁呢 下一个就是朱新童 朱新童 朱新童怕谁要气死在青藏 没有没有 没有没有 那个4号扫下二维码 好了吗 欢迎大家收看今天JVS直播间 然后今天呢 因为我们有一些舞蹈口的新法官 我们就让他们自己介绍 好吧 就今天我们的会员就自己介绍一下 然后1号自我介绍 现在马丁 2号自我介绍 平民过 3号 有零线的马丁他爸爸过 平民过 5号 争取今天不被过的红月过 6号 7号 建家大家好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8号 舞蹈口散官爱吃 9号 大家好 我是舞蹈口法官宁宁 10号 哈喽大家好 我是程程佑 我的ID是左右 是北京舞蹈口新店的法官 接下来我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这边的两位漂亮的小姐姐 也是我们舞蹈口的新法官 大家可以多去舞蹈口店支持 舞蹈口店正式开业的时间 是在8月28号 市营业我不太清楚 好吧 接下来由11号玩家自我介绍 发言结束 11号 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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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号 12号 舞蹈口新法官叉子过 好 大家就是舞蹈 我要勺子 勺子可还行 然后大家把麦都带上 左右 舞蹈口饿吧 大家的把 太烦了 对 然后我们今天还是开 第一把我们紧张刺激了 自己的运营列白 然后给大家翻牌 然后给大家翻牌 我不是冰女巫独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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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来 对 Enth 污 bah 2号 4号 8号 1号 2男ạn 2 receiver 4号 10号 2号 1号 15号 2号 现在进行警长竞选环节 想要上紧的玩家招数321之后举手 321请举手 1号2号3号5号6号7号9号10号11号 共9名玩家上紧 现在是8点14分 请2号玩家发言 谁没上紧我没记住 40吗 40 12 我没跟4玩过 我觉得4有点紧张吧 有点偏紧 因为我就上紧 我不是个预言家 我上来迷迷面相 这么多人上紧 紧上的呢 我听他们聊就可以了 我去看紧下的人的面相 我觉得12在和我干一样的事情 去再看这个10 我觉得还行 那我点一首这个4 给点紧下拍的压力 我身上好人拍 那我第一个位置发言 我也不是预言家 不去乱扎身份了 过了 请3号玩家发言 这张2啊 不好 你给紧下压力 他要说不了话 他只能看看你 看你长得又不好看 也没有什么用 对吗 就是你给紧下拍压力 你紧上后只会给个压力 对吗 你不是个预言家 你聊了这么久 我也不是个预言家 所以我也不聊了太久了 我觉得这个7啊 不是个预言家 你拿预言家 不可能这么开心 对吗 你别起跳了 摁住你 好吧 你跳不起来 你跳预言家 我不信 后面的人 大部分我都没玩过 听你们起跳吧 过了 请5号玩家发言 我这边不是张预言家牌 好吧 不多捣乱了 23两张牌 我不想多定义 好吗 听不出来什么 我觉得2比3差 因为那张3跟我聊的 我觉得很开心 好吗 过了过了过了 请6号玩家发言 6号玩家 452 喂喂 452 我觉得不好 我觉得紧下两郎的话 预言家可能拿不到锦辉了 我觉得你看7号牌 嘻嘻哈哈的 怎么能是一张狼牌呢 我觉得10号牌 也特别开心 我觉得也不像狼牌 所以呢 这两个人不在我视野之内 然后5号牌 觉得2不好 3好 对吧 所以我觉得5的身份 在3之下 然后2号牌 具体聊的啥呢 很怪 这个人 我跟大家玩过很长时间 越来越听不懂了 不知道再说些什么 好吧 你给紧下牌压力的话 这点是能听懂的 因为我也觉得 紧下的4跟12不太好 所以呢 这边的话先放过你 但是这张5号牌呢 不太清楚 但是我视野里呢 我觉得7跟10像两张好人牌 笑得这么开心 好吧 剩下的人就 起跳吧 我看那个 8 9都举手了 对吧 反正我知道9举手了 9可以跳 好吧 你这么开心 但是呢 我这边不一定站你队 但是在我视野里 我觉得开心的都是好人牌 我也非常开心 好吧 7号跟10号我觉得特别开心 像好人牌 我过了 请7号玩家发言 刚才弹幕说我帅的哥们 来这边先喝可乐 可乐不够带加个薯条 好吗 正经聊 8金水 先聊紧会一流 42宣 42宣 我感觉试不好啊 我感觉12 就待着压一下吧 反正会活泼第二天 对不对 42先这么留吧 为什么压把呢 因为脏好看的 对不对啊 反观小姐 就是这一圈人太熟了 就是1 2 3 6 11 太熟了 我就不想压了 我感觉他有点挂像 所以就压了一手 上金水盘 你上不上就无所谓 你随便喊 出你这些先出我 紧会一流先四 后十二 四张牌 我感觉他三点点的时候 表情不是特别好 表情特别好 我感觉三笑得挺灿烂的 大圆脸 笑得都灿烂 是不是 感觉偏好 我感觉二有点怪 二确实了得有点问题 不达死你 不达死你 我警上不想排狼 我警上不想排狼 因为我警下压了一张金水牌 警下还有三张牌 我感觉至少得出一狼吧 对不对 我把市定义了 那十一十二就疯狂表水就可以了 大不了全撇了 对不对 因为格局的是四个人没有上井 有可能 我感觉我偏向是两狼 我偏向是两狼 所以我一定要把市的身份定义了 可以找狼为基础 那后支位 有人带给我汗跳也行 再起来再送一个 完了我警下我就全球警下了 四十二 十一不要 十一听他反 反而他四郎也会报的 对不对 你要跳了 我先看看谁要跳 我感觉九可能要跳 我感觉九可能要和我汗跳 一肯定要跳不下来了 就是你三号日玩家 我知道你体重大 但是你压不住我 我健身的 我健身的 其实你再减肥 你就瘦七几了 你就瘦七几了 但是我市场冤架牌 八是我金水牌 为什么验八 罗姬也跟你说了 为什么验四十二 罗姬也跟你说了 就是我警下至少有两狼 警下大概就是市场两张 两张狼牌 所以说我一定要把市场 先磨了 当然了 你市场不给我上票 因为我要票嘛 你得跟我走 姐姐 你说我金水牌 你要不你直接上个汗跳牢 我直接就拍一张 我就不按你了 因为你说 你是我第一警惠聊 结果我要 我是冤家牌 我打我警惠聊 我要要票 那你后支位 再拍一个牢 起来和我汗跳吧 过了过了 警惠留先是 后支二八金水 请九号玩家发言 警惠发言 六号玩家聊得很奇怪 你说七号是好人 十号是好人 你睁眼的一张牌吗 那十号万一汗跳了 你就保着两张 保着保的这两张好人牌 你该怎么解释 你这六号这张牌 我九号不会汗跳 我就是一张好人牌 然后你们都让我跳 我也不是一张狼牌 我怎么跳 我也不知道你七号是 真一元家牌 还是狼人牌 然后也让我跳 我怎么这么希望 大家都这么迫切地让我跳 我就很奇怪 我就是一张好人牌 然后我觉得 你七号玩家里 六号说了 七号十号两张好人牌 你七号玩家就没有聊 十号这张牌 我觉得七号玩家里 没有十号这张牌 然后就聊我九号换跳 我九号不会跳 我九号就是一张好人牌 过了 请十号玩家发言 十号玩家发言 就是你说六号 就是我不是一张冤家 我也不跳 你说六号保了 七十两张牌 我觉得七号聊得还OK 他就打了四十二两 他就留了四十二两张牌 我觉得像了 对吧 我的事业里也觉得四十二不好 好吧 还有这个就是七号喊八号 喊姐姐 你喊妹妹那才会战你队 你喊姐姐她怎么战你队 是不是 四号玩家请的自爆 昨夜平安夜 大家进入天黑 天黑请闭言 天亮了 请人在紧创的玩家举手 11号玩家选择自爆 多少年 本局没有警长 昨夜8号玩家死亡 大家进入天黑 天黑请闭眼 狼人请睁眼 选择今晚的击杀目标 确认请闭眼 女巫请睁眼 今晚该门家死亡 是否使用解药 是否使用毒药 女巫请闭眼 预言家请睁眼 从他场上一名身份进验证 您验证该门玩家为这个手势 预言家请闭眼 猎人请睁眼 你转的开枪状态为这个状态 猎人请闭眼 选择表情 3 2 1 天亮了 昨夜7号玩家死亡 本局没有紧张 现在是8点25分 请1号玩家发言 哇塞 这我盖坦的时候在想 会不会是他妈一号先发言 我想这个残酷的事实 睁眼以后果然一号先发言 先这位起跳 白痴牌好吗 就是我觉得8号不像是神牌走的 我觉得我们一定是颈推顶线 没有颈 但是我们觉得推顶线 为什么跳呢 就是拿白痴很恶心 别人穿我衣服 看看后置位吗 我觉得5还行 我觉得9不好 10不好 但你们都告我 10是张好人牌 然后打42不好 主要我觉得4次爆的点 对吗 是在10发言的时候爆的 就是你们想可能他是为了 不让他的11队友起跳 4一张 第一张井下牌爆了 应该是11爆的 井上一郎吗 对吗 我觉得井上肯定还有郎 我觉得井上其他的郎 我觉得10号9号要开郎的 你不能盘井下三郎吧 对吧 那井下你们打井下两郎 8号是张好人牌 那你就把这个12打死 好吧 看你们后置位怎么聊 我觉得10不好就不好 过了 请2号来发言 12是张井下的牌吧 嗯 4 8 12 还有10是上井的 对吗 因为我在井上呢 直接开牌的时候 我就觉得那个4不好 我就把它点出来了 好吗 嗯 其实我觉得3 虽然在后桌也踩了我 就是 因为我觉得 因为我觉得6是个好人 对吗 因为6呢 点了让4号牌 点了12号牌 我觉得点4的都像好人 好吗 点4的都像好人 这个5 你去听一听吧 我不觉得5 在那个位置 我忘记5 有没有点4这样牌了 因为我觉得4 确实挺挂向的 在我起来之后 我看到4在井下 我就想点他一下 好吗 这是我井上操作 那不是操作的意思 好吗 你们都说我发言怪 我不知道发言怪在哪个地方 好吗 今天具体给我点出来 好吗 你说我给井下压力 我一张井上的牌 我看井下他们面部表情 我给他们压力怎么了 对吗 嗯 3你的状态我能认 但你别来踩我这张牌了 好吗 你来踩我我就很难受 好吗 嗯 910啊 910我里面 我觉得这个9 聊得挺奇怪的 好吗 你去踩那张6 在我的视角里面 6是张好人牌 好吗 嗯 7 你看7去跟着6 其实7的警惠6 是跟着6的逻辑去留的 你没发现吗 6踩了4踩了12 7的警惠6是4 12 对吗 那他虽然在警上没有聊出来 呃 我觉得在7的视角里面 他得默认6是一张好人牌 当然我 只是我个人的观点 好吗 我觉得我想是6 认6这张好人牌 就是9 你在那个位置踩6点是什么呢 你觉得 6的发言是保了7和10这两张牌 你觉得万一10对跳 10和7对跳怎么办 我不觉得你拿这个逻辑 能踩到这张6好牌 好吗 因为前面的 在7发言之前 所有人起来 在警上干的事情 都是去抿面向 对吗 没有一个去跳愿家的 你只对6做了评价 我觉得 不好 好吗 嗯 我重点听听59的发言吧 因为3 他那个状态 我挺想认的 好吗 12我在刚才点的时候 我在警上发言的时候 我点12 因为我去看 我当时记错了 我记得10是一张警下的牌 我去看那个10 12再和我做同样的一件事情 且还认真地拿个小笔记 我不知道是不是记现在这几笔记呢 我觉得还行 好吗 其实是莫这位发言 我觉得我听听56吧 5和9吧 好吗 10张好人牌过来 就是我听见1号玩家跳白痴 那一瞬间 我觉得这把游戏好像走远 就是这个1 一旦莫名其妙跳一张白痴牌 我觉得好人都是天虎开局 然后莫名其妙就崩了 所以我就很害怕 我为什么去打你这张2号牌呢 因为你是我一张饮水牌 对吧 我起来一看你在我前面发言 我肯定要去打你一通呀 打打你多的刀嘛 你是我一张饮水牌 你去点了这张4 这张4自爆了 这张6点了4 5 12 3张牌 那已至8号一张井下金水牌 4一张自爆牌 井下一共3张牌 这张12号牌是什么牌我不知道 我昨天晚上以为是那张7死了 我想开赌的 我起来看了也是8死了 那我就不要开了 我今天在听一轮发言 对吧 我觉得到不到我这个位置的 肯定是要去到这张7的 然后这张6的话我想放一放 至少他点了这4 5 12 3张牌 5在我事业里 我觉得也不是很好 莫名其妙去包我这个3 也去打了你一张2 你是我一张银水牌 后终一张9 也去打了你这张2 其实你的发言 我认你井上发言不差 就是还可以 井上守着这位发言 聊个像张好人派 你不是我银水的情况下 就你像张好人派 然后这个1现在跳身份了 那我今天好像选择很简单了 我大概率在59中间 凯度就12吧 这张10我不知道 我刚才跟10 12确认了一波眼神 对吗 我觉得还行吧 还行吧 好吧 后终为我在听这张6 去跟我聊一聊 我觉得6像一张好人派吧 像一张好人派 然后我这边该报的信息都报了 我今天晚上开读 好吧 过了 请5号玩家发言 我这边发言好吗 就是我起手跟着你去打那张2 因为那张2聊的井上东西 我觉得确实不好 对吗 他跟我盘 他给一张井下的盘压力 我确实不明白这个玩法 好吧 就是你们跟我说面相 面相我不太灵 好吗 我只能盘逻辑和盘位置 好吧 我给你们打个玄学 座位学好不好 就是那边一张8号牌 是一张金水牌 那张70张原家牌 你们都认6是一张好人牌 我看清我底牌身份 我知道我是张好人牌 这张9的发言 我听完我觉得可以保 我觉得我不明白 你们打9的原因是哪 这张9号牌 起手发言 我觉得还可以挺轻松的 我就像一张好人牌 好吗 那紧接人的位置很尴尬了 对吗 2号牌直接爆了 12号牌可以放一放 对吗 我觉得狼坑重灾区不对了呀 盘完狼坑是炸的 你们怎么能把 这张6号牌一定放下 就是我不太明白 就是你们 面相方面我不太懂 好吗 你们能点到那张4 我不会 好吧 这个点面相我真的不会 我只能在 这方面我还得多学习 好吗 我盘了一圈 我看了你们 唱着所有人的表情 一点情报我都没露着 不好意思 好吧 这个我不太会 我这边是张好人牌 好吗 就是你要毒我 可以 好吧 我可以吃毒 好吗 我这张牌可以吃毒 我其实觉得那张 就说句实在话 我这个位置 我不应该去拍那张1号牌 可是我想拍那张1号牌 好吗 就是你告诉我 你那个位置 这张白痴出来干什么 我不懂好吗 就是 我不明白你是在干嘛 好吗 就是我不太明白 这个轮次 你需要出来吗 好吧 就是你除非 如果你告诉我 那张8号牌 是一张女巫牌走的 那你这会儿 你出来那也更傻了 可是8号牌是张名牌走 你出来也傻 对吗 我盘不出来 那张1号牌出来的逻辑 好吧 我不太擅长 打这种抱抱乐的板子 可能玩的比较差 聊的比较差 好吗 就是我现在只能说这么多 好吧 过了 请6号玩家发言 首先 我说一下 这个不是抱抱乐的版本 不就是两连抱吞颈挥吗 正常打法 我觉得 其次你说1号 为什么跳白痴 那女巫都跳了 肯定这个 杀女巫 那白痴跳了排个坑嘛 对吗 这个人推不到1 我觉得跳就跳了 无所谓 对吧 这样 我上一轮说的是 4 5 12吧 那11自暴了 就是4 5 11 12吗 对吧 我觉得是这样 我不纯面杀了 好吧 我跟你讲道理 好吧 我今天 号票出这个舞 我自信能号票出得动 我说吧 你说 你4号一个井下的狼 排自暴 对吗 这一轮是不是井上的轮色 就是为什么4号自暴了 就是井上的狼 不用跳了 对不对 他这个自暴点很奇怪 你自暴 其实你把那个 当然11自暴了 等于把11卖了 不用听11发言 就知道11不是预言家了 11必然是狼 对吗 这个逻辑就说完了 然后之后的井上的狼人排 是谁没起跳呢 1号是个白痴神 不是他吧 对吗 2号是林水 也不是他吧 3号是女巫 今天要自称的 也不是他了 我自己不是狼 对吧 然后剩下的话 就是你五九了 对吗 10号是听完10号说完话 才自暴的 那10基本跟4不认识吧 那就剩你五九了 你说你能听出来 9号是张好人排 对吗 那你今天就出局就完事了 对吗 认出 还说自己这张牌可以吃毒 我是个名牌 我不愿意吃毒 反正我觉得 对吧 那今天我号标初五 应该没毛病吧 12跳身份 大概率把12读了 过了吧 就4 5 11 12 然后就交牌局 我觉得是 然后9号玩家 那个头肯铁 我说我觉得 我就说了7号10号 笑得很开心 我觉得不像狼牌 对吗 你说7 10要对跳 事实上也没对跳 对吗 然后我觉得 4 5 12 我觉得点的没错 我觉得 有容错率的可能是12 因为他拿了条笔记 我不忍心 就直接把他揪 一句话没说 对吗 直接揪出来扔了 我不是这么狠心的人 但是我说了 就锦上 谁是那个没起跳的狼 对吗 我觉得就剩你5号了 那三个人你打不动 那三个人是太铁了 往那一坐 三傻你打不动了 对不对 然后我自己是一张好人牌 对吧 然后我这边是好人牌 你还保留9号 就剩你50了 我觉得10你打不动 所以今天5号配合出局吧 好吧 聊得很怪 今天出5没毛病吧 任吃独立张牌 我都出不动吗 今天我归5 好吧 你后队开始表12好好说吧 好吧 你击比击那么多 我觉得是时候给你一拨机会 好吗 说不定就吃毒了 我过了 请9号玩家发言 9号玩家发言 9号玩家就是一张蛋牌 首先我说你6号玩家 我就是一张闭眼明 我全程不吃信息 我哪知道10号会不会起来跟7号对挑 7号是挑一言家的一张牌 那你们大家都把6号这张牌放下来 把我59放上康顿位 那幸运就是两个好人在康顿位上的 我不知道 5号牌能认下我这个发言 我知道我9号是一张好人牌 5号牌能认我这张发言的话 他身份一定是比我低 他一定要走在我前面的一张牌 是吧 那我觉得 我6号这张牌 我觉得我放不下 他能知道7号和10号都是两张好人牌 但是我不知道啊 我只知道我知道的信息 就是7号玩家起跳了 给8号一张金水牌 那8号被刀的一张牌 然后10号我10号也没发言 我9号发言完结束之后 10号才发言 我哪知道10号会不会起跳 10号是不是一张老人牌啊 然后在后这位没起跳的 就是1号这张牌 我怕如果要是8号是一张白石神走的话 那1号会不会是一张老人牌 我这个逻辑我可能盘不到那么远了 但是要是走的话 也是5号走在我前面吧 我到我9号一定是一张好人牌 6号牌打我 我觉得 我觉得我信息就这么多 我能报的就这么多 而且我好像没打2号这张牌 上马上我没聊2号这张牌 我没有聊2号这张牌 那那个2号是一张饮水牌 是一张蛋牌 怎么推应该都能推赢了吧 过了 请10号玩家发言 9号你自报吧 要不然这一轮就出你 就是你聊 不知道怎么样 你去踩这个6 不知道怎么样 5 9 2张好人牌的就上了康队位 你告诉我你怎么样能认得下 5号是一张好人牌 对不对 你说了一句 5 9 2张牌 5 9 2张好人牌上了康队位 我没有参改他发言吧 你们应该都能听到 好吧 你任5 9 2张好人牌 那你打了6 对吧 那还有一张狼 那10 12你不聊啊 你为啥不聊啊 你看你9先出局 你说5 9 2张好人牌 我5的身份 你任5号一张好人 那么就是你9号今天先出局 好吧 就我号拨票 把这个9号给出了 对不对 因为9号说5号是一张好人 今天你先出局 要不然你自报 好吧 就是12号 你如果是一张好人 5 9 最后两张狼人牌 对吧 要不然就是你9号爸爸跟你 是基本两张狼人牌 好吧 9号这个发言 我觉得应该是一张狼 就是剩下一张狼 应该在你5 12里面 他说 在他事业里 他说5 9 2张好人牌上了康队位 有可能5号真的是一张好人 5号你要是真的一张好人 就是9号爸爸 跟那个12号儿子 他们是两狼 知道吗 知道吗 你如果真的是一张好人 就是9 12是两张狼牌 因为9号刚刚那个发言 就是告诉我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故意这样撩爆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故意撩爆 保了你 对不对 但是他说了一句 5 9 2张好人牌上了康队位 就是上了康队位 就是在他事业里 他一定认你5号是一张好人牌 你5号如果真的是一张好人 92最后双狼 能明白吗 对吧 如果就是今天你9号先出局 别的我不多说了 过 请12号玩家发言 这上来本来还说 跟着11号小姐姐走全程呢 没想到 抱抱就没了 一个发言没有 我都快被扛推了 合适吗 笔坏了 笔记都没记上 我说一下吧 1号白痴 2号饮水 3号女窝 然后场上抱了两个狼 还有两个狼 然后10号聊的 感觉像是好人 6号是闻好人 我觉得应该是 听那发言就像好人 然后5号是说什么 5号上来就开始聊1号 说1号能不能跳的问题 那现在不都是 两狼不就开始拍身份了吗 拍完身份 聊得不好的直接出局 对不对 然后让我想想 然后还有 然后5号不是保了9号 你10号为什么说 9号要出在5号 你要出9 我觉得5是不是应该出9 什么呀 我这是一张平民牌 我什么都夜里不吃信息 完全不知道 现在都半个脑子 还是懵的呢 就连续抱了两天 那在我眼里 6号人 10号人 1 2 3号人 5 9出局了 对吧 没什么可聊的 你晚上 3号晚上多都可以 你把5出了 第二天晚上读我 9一出或者读9 游戏结束 对吧 我是这么觉得啊 那我都认 我认识 我二儿子应该是个好人身份 那就是大儿子和5号玩家出局 好吧 游戏结束 过了 所有玩家发音结束 本局没有紧张 大家自由投票 3 2 1请投票 1号投给12号 2号 12号 6号投给5号 3号 10号投给9号 9号投给10号 5号玩家出局 请留一言 这边是张名牌走的 好吧 可能是一张发音比较差的名牌 和你们井上爬完空之后 可能没有位置的一张 很尴尬的名牌 好吗 就没办法 一张名牌配合出局 好吧 没有太多一言 好吗 就是 这张10号牌 我觉得我可以放下 好吗 刚跟我聊的 我觉得它像一张好人牌 这张6号牌 我不懂 好吗 就他跟我这点完之后 我不懂 好吧 就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进来空了 6号牌我不知道 2号牌你已经说 你自己管理 1号牌跳张白痴的 是吧 除非你搞那张8号牌 是被一张砍走的白痴 我不知道 好吗 3号牌 女巫牌 是吧 你自己跳出来了 那你有毒 你自己自证 没有 你要不是张女巫牌 反正有人会破你 对吗 就这么多吧 我也盼不出 什么太多东西 好吧 玩得比较菜 5号玩家营营结束 大家记录天黑 2 1 天亮了 昨夜1号 9号玩家死亡 请死亡玩家离场 现在是8点41分 请6号玩家发言 还能打 那就9号读出去 不是一个狼 对吗 我为什么说 9号读出去 不是一个狼 我想啊 假如说 把5推出去 不是狼走的 是鸣走的 场上是三神三鸣 上一轮是三神三鸣两狼 对不对 三神三鸣两狼 对吧 假如说 把他推出去 是一个鸣的话 把他推出去 是一个鸣的话 那是两神 三神两鸣 应该是刀鸣的 对吗 把1号当白痴刀了 对吗 不可能独自到1吧 对吗 然后说明5号是推对了的 大家能听懂吗 我觉得大家都不回应我 我感觉自己像一个傻逼 对吧 那2号是自到狼吗 那1012顺初啊 对吗 那保住这银水 1012顺初 哎呦不对 现在是1郎 现在是1郎 2神2名 我是 我是名牌 2 算了 我跳了 我猎人牌 我猎人牌 那9号是干嘛的呀 我天啊 是哪来的 我不懂 那今天推12吧 那今天把12推了吧 你12你打不动别人了 你看 你你 12号 哎 4 5 4 5 11 12 那个9是在干嘛 哎 他为什么没弄我啊 我以为 本周游戏 老人为4号 5号 11号 12号 女巫为3号 女巫为7号 女巫为6号 本池为1号 2号 8号 9号 10号为4张普通冲目牌 第一天 王高2号玩家 女巫开尔解救 请教了别人也 女巫加议了5号 第一天白天请上环节 4号玩家选择自爆 第二天夜晚 狼到了5 8号玩家 一张平民牌 女巫没有选择行动 第二天白天 11号 狼人选择自爆 吞掉了警规 第三天夜晚 狼到了7号 预言加 预言加议了5号 第三天白天的时候 5号 狼人被推出局了 第四天夜晚 狼到了1号 女巫独掉了9号 然后白天的时候 12号玩家选择交牌 然后游戏结束 好人这一货胜 刚才给的视角是1号 马丁 然后第二天夜晚 那个预言加议了10 我刚忘记说了 反正就预言加议天议了8 之后也议了两张狼牌 哦 读错了 不过这个没有关系当作排坑读吧 谢谢宜文松的考虞 谢谢宜文松的竹子 然后我们过一会就开第二吧 谢谢宜文松的竹子 谢谢宜文松的竹子 然后我们过一会就开第二吧 谢谢宜文松的竹子 在五道口哪儿 在五道口哪儿啊 在五道口哪儿啊 你是五道口的员工 你都不知道在哪儿 还没说是吗 我没说 哦 天天休息 他今天嗓不 他在外面呢 他嗓子不舒服 不想住持 谢谢小崔松的竹子 防管 我们我们直播间的防管 有什么要求吗 今天 把关是替补家 用这一样的 他准备 不可能 不过 F-C1挺强的呀 你是梅思梦游啊 上面不是写着吗 因为天天一直都不舒服 她本来牙齿头 然后最近嗓子好像也不太舒服 有点感冒了 因为我们的房管是 是什么要求啊 是刷什么呀 刷佛像墙 他刷个佛像墙 谁问的 我说一问他要个房管 我说我不知道我们的房管有什么要求 这块是你笑的 你俩这么聊 我是孟敏 或 您在警下投个票 对吧 警下投票都拿 这块是你笑的 那个 张文燃这个狗说的 我也不知道要刷什么 那我来拔点水 柠檬味 好 我来拔点水 柠檬味 好 为啥呀 那你要跟他说 对吧 我会不会有点 来 谁把牙人不是的牙人 我们这下来摇 看起来 是吧 老闆 老闆